5月7日晚上8点左右 浙江周山的天空出现了异响 整个天空都是血红色的 这也引起了很多市民的关注 相关的视频也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 有人说是天有异象 可能代表着大灾难 有人又说会为是外星人来了 还有人说是不是代表着末日语言 其实这个现象 用现在科学的解释就是锐利散射 而且当地的气氧部门 第二天也出来辟谣了 说是有捕秋刀鱼的渔船在测试灯光 再加上当时特殊的天气状况 所以就造成了红光满天 血色天空的一个景象 不过呀 尽管这样 还是有很多网友不相信这个说法 包括在我直播的时候 以及私下的时候 经常会有人问我 周山的这次血色天空事件 到底预示着什么 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 天有异象 灾疫事件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不是很在意 但是最近又有人在传 说是在福建福州的上空 也出现了跟周山一样的血色天空 而且我也反复找身在福州的群友确定过了 确实有人亲眼所见 所以我也觉得 这个事情应该有点意思 因为一个渔船的灯光 想要照亮整个天空 是需要特殊的天气条件的 怎么可能连续两次 在不同的地方 出现相同的天气状况 而且还正好有红光出现 所以我觉得 有必要来解读一下这个现象呢 其实关于这个现象啊 在我古代的历史上 记载非常多 而且不只是像我们这次看到的 所谓的血色天空 哪怕是我们现在 所能见到的各种异常现象 如果我们去古代历史文献查的话 也都能找到许许多多相同的记载 因为我们中华国民啊 上下五千年 而且有明确切符间断史料记载的历史 也有两千八百六十一年 所以说啊 经过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异常现象 在我们现在看来觉得非常怪异 甚至是在我们有生之年 可能不容易再次看到了 但是其实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啊 还是经常发生的 并且这些现象啊 还被古人不止一次的记录下来了 而且我们古人在记录这些天有异象的时候啊 并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记载 他们还会把这些现象 认为是一种天人感应 当作是上天示警 所以他们就会解读并遵循这些警示 认为这样做的话可以趋吉彼凶 比如异细词上就说 天垂相 现吉凶 圣人相之 意思就是 上天总会预先告诉我们一些征兆 然后让那些拥有极高智慧的人 能够通过其杰出的洞悉力 发现其中的规律和原理 见尾之助 一夜之秋 并最终达到趋吉彼凶的目的 所以古人就会对这些异常现象特别在意 不单把他们详细记载 而且还会对他们进行总结和解读 并且还把这些异常现象 根据预示信息的好坏 把他们归类为是祥瑞还是凶爪 而且在当时 国家还设有专门的部门 专门的人员 来进行观测 记录和解释这些现象 所以关于周山这次的血色天空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 还是有着很多类似的记载和详细解读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关于周山这样的现象 古人是怎么看的 当然了 我这次只是把古人对这样的情况的记载和看法罗列出来 并不代表着周山这次的血色天空 就一定有什么样的预言意义 因为我们现在人还是要相信科学的 而且由于古人也比较迷信 所以我们整理出来的这些记载和解读 也只是古人在当时的认知水平下的一些看法 我们整理出来的目的 也只是为了满足一下大家的猎奇心理 其实像周山这次出现的血色天空 在古代更多的时候被称作赤气 因为洪在古代被称为痴 并且把他归类为杂气的一种 按照晋书天文志的记载 晋书天文志他的作者是李春风 也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医学大咖 而且在二十四史上 李春风为晋书所作的天文律律五星三志 被认为总结千人研究成果最为精微 所以我们这次就主要以晋书的记载和解释为主 按照晋书天文志的记载 杂气也分很多种 他又分为天子之气 猛将之气 君圣之气 败君之气 善气 负气等等 比如天子之气 晋书天文志语 天子气内施外皇 四方所发之处当有王者 若天子又有有网处 其地亦先发瓷气 也就是说天子气其实是里面是红色的 但是外面是黄色的 凡是有瓷气发出的地方 当有王者出事 或者是天子将要临行这个地方 所以从周山的这个状况来看看 应该不是天子之气 因为他通敌赤虹 但是这样的情况属于哪一种呢 其实按照晋书的记载 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它比较像猛将之气 根据晋书天文志记载 猛将之气 如龙如猛虎 或如火焰之状 或如火光之状 夜照人 四皆猛将之气 气发渐渐如云 变作山形 降有深谋 也就是说猛将之气 或像龙 或像猛兽 或像火焰 又或者像火光之状 在夜空中可以照到人 而周山的这个瓷子的天空 是晚上八点都发生的 所以比较符合如火光之状 夜照人的一个情况 所以应该是猛将之气 而且气发 向云 向山 这也代表着将军 有深远的谋了 其实啊 不只是如火如烟 火光照人这样的杂气 象征着猛将之气 而且根据历史上的记载来说 凡是有赤气出现的地方 基本上代表的都是跟军队 军事 战争 战乱相关 比如禁书天文制记载 魏 气 武色 有形响也 清击 赤兵 白丧 黑幽 黄熟 也就是说 按照禁书天文制的看法 青色之气代表着急 也就是代表着农作物欠收 或者没有收成 红色之气就代表着兵 其实就是跟军事战争 或者军队相关的东西 还有太平预览 纠正部记载 三府旧事语 汉作灵台 以四梦之夜 登台而观 黄气为疾病 士气为兵 黑气为水也 包括后来的宋史中还有 赤济入 兵骑 赤济县 幽在甲兵 等许多记载 其实关于赤济 它还有很多种叫法 比如禁书五行之曰 赤济 赤翔也 也就是说 赤济就叫做赤翔 新唐书五行之曰 景隆二年 七月鬼祀 赤济祭天 光竹地 三日乃止 赤济 血祥也 在这里 赤济又被叫做血祥 包括在很多历史书里面 还有把这种赤济称之为赤生 其实在赤济的这么多叫法中 大家会被觉得赤祥 血祥 可能代表的是祥瑞的意思 其实不是 祥在这里就不是祥瑞的意思了 它代表的是征兆的意思 而且无论是赤生 赤祥还是血祥 它无一例外的解释就是 代表着冰灾火灾 冰火干旱之灾 所以这就代表着 在古人看来 凡是出现赤济硬天 血涩天空的情况 大多跟军事战争相关 比如在宋史五行志中记载 建言元年八要耕武 东北方有赤气 战有血祥 四年五月 东庭湖夜赤光如火 建东北 更天 额转东南 此血祥也 建言元年 其实就是公元一一二七年 一一二七年四月 靖康之变 宋徽宗 宋秦宗 被金国所扶 五月初一 宋徽宗第九子 康王赵构 定都应天府 也就是今河南商丘 继承大宋皇位 改元建言 视为建言元年 当时是金国入侵北宋 北宋灭亡 而赵构呢 虽然在商丘继承了大同 但是其实一直在逃亡之中 所以可见这次的血祥 所预示的冰灾之乱 还是很大的 但是下面的记载 四年五月 在洞庭湖也出现了血祥 但是这一次 岳飞却在牛头山大败金军 收复了建康府 所以这就代表着 所谓的赤祥血祥 所代表的 虽然是冰灾战争之忧 但是其规模和胜负结果 其实还是不确定的 而且在古人的记载上 不同的规模 不同的方位 甚至是不同的高度的赤祥 他所预示的结果 也是完全不相同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通过 古人对赤祥的记载来看看 不同情况的赤祥 又各自都代表着什么的结果 我们根据赤祥的规模 从大到小一次来看 首先 关于历史上最大规模赤祥的记载 出自禁述天文制 惠帝永兴元年 十二月任饮业 有赤祥更甜 烹饮有生 二年十月丁丑 赤祥陷北方 东西敬天 战悠并为大兵 烹饮有生者 怒之向眼 事后四海云福 九福交兵 更甜 其实就是漫天连天 横贯天空的意思 也就是说 凡人在惠帝永兴元年的这次赤祥 其规模上是赤祥更甜 并且伴有烹饮之声 惠帝其实就是 晋惠帝司马中 西晋的第二位皇帝 历史上称奇 不能认识 后人多认为 他是个弱智皇帝 非常有名的 何不吃肉迷 就是出自这位皇帝之口 而也就是在塔镇上的时候 发生了八王之乱 进而又引起了 来自北方的五湖乱华 从此之后 中原地区进入了 长达三百年的战乱时期 其实也就是 四海云绕 九福交兵的意思 可见 在古人看来 这样的赤祭 于是的战争兵灾 是非常巨大的 在历史上 规模出于第二位的赤祭记载 出自金史杜时生传 杜时生自禁之 霸州信安人 剥削知天文 不肯示尽 称安太和年间 宰相树见时生可大用 时生为所亲约 无关正悲 赤祭如雪 东西更天 天下当大乱 乱而南北当何为一 消息迎虚 循环无端 茶王考来 书能为之 杜时生当时是金国人 而当时金国风俗舍密 刚机大坏 已经是金国后期了 杜时生通过观察 赤祭如雪 东西更天 认为这是代表着 即将天下大乱 所以他就南渡黄河 隐居在松洛山中 以一落之学 为世人讲学 然后没有过多少年 大元就联合南宋 消灭了金国 然后南宋又被元朝灭亡 也应验了杜时生所说的 天下大乱 南美合一的语言 不过呀 根据这个记载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这次也是赤祭更天 但是没有彭隐之声 所以这次虽然也是天下大乱 但是并没有出现 昔今末年所造成的动乱 影响那么大 那么深远 而比赤祭更天 规模再小一些的赤祭 按照历史记载来看 应该是赤祭四色 或者赤祭静天了 四色也就是充满四方 静天也就是布满整个天空 形容盛大的样子 也就是说 这样的赤祭虽然也是不小 但是跟更天 或者说横贯天空来比 其实在规模上 还是小了不少的 比如近书风拔载机记载 有赤祭四色 太史令张目言语拔约 兵器也 金大卫微之六合 而聘是断绝 自古未有临结境 不同和好 威义怒林 取王之道 义还前史 修和结盟 拔由武当司制 勋而魏军大制 封拔其实就是 十六国时期 北燕第二位君主 而太史令张目 太史令其实就是 古代的官职 据说这个官职 在下周的时候就有了 他是专门负责 预测基凶 策算历法 然后观测星象 解读征详 比如说 李春风后来也是这个官职 这个记载的意思就是 当时有赤祭充满四方 太史令张目对封拔说 这是兵器 如今北魏 威力统治天下 但是和我们却没有 实质往来修好 自古以来 没有和邻国接壤 却不同好的 违背道义激怒邻国 这是自取灭亡的做法 应该遣还以前的使者 并且和他们讲和结盟 封拔说 我会考虑这件事情 但是还没等到封拔考虑好 魏国大军就来了 于是封拔就派兵抵抗 虽然有所损失 但是魏军 因为封拔有所准备 所以很快的就退军了 相同规模的 还有旧唐书中宗本纪记载的 有赤姬静天 七光诸地 经三日乃止 东十一月更深 突厥首领索阁判 自立为可汗 浅地遮奴 率重犯赛 这里的索阁也就是清华可汗 根据记载 这场叛变最终被安抚 并且后来索阁还为唐朝效力 同样也是赤姬静天的 还有三国之位书五敌纪记载的 灵帝与北巡和间旧宅 分等谋因此作难 尚书言 黑山贼公结郡县 求得起兵 惠北方有赤姬 东西静天 太史上言 当有阴谋 不亦北巡 地乃止 赤焚罢兵 额尔征之 粉拒自杀 这里的粉也就是 晋州刺史王焚 他联合南洋喜悠等一些豪杰 打算在灵帝 也就是汉灵帝 北巡的时候废除灵帝 结果北方就出现了赤姬 东西充满天空 所以这时候太史令就提醒灵帝 北方可能有阴谋 其实也就是兵变 不要北巡 于是王焚的阴谋就败露了 王焚也因为害怕自杀了 所以从这个吃鸡敬天 或者吃鸡四色的一个规模来说 感觉这个情况下 虽然还是会有兵变知识的 但是都能够处理的很好 有的可能有点损失 但是有的却是很快的就被安抚了 或者是由于上天示警 反而挫败了对方的阴谋 所以由此可知 随着吃鸡规模的降低 其余是动乱的程度 也在指数级的降低 那么 比吃鸡敬天或者吃鸡四色 规模更小的还有吗 其实是有的 那就是在某个方位上出现的吃鸡 比如梁书五帝本纪记载 九月秉深 天西北隆隆有声 吃鸡下至地 东十二月鬼游 山车建于临城县 耕臣马仙匹大破为君 斩锅十余晚 克服屈山城 马仙匹 其实也就是南北朝时期 南梁的著名将领 他曾经屡次于北魏交战 虽败多胜少 但是以勇武 酌将著称 终于在这次赤鸡出现之后 马仙匹就在 屈山大战中 大败魏军 克服屈山 取得了自中立之战以来 南朝对北朝的又一大截 同样 也是在某个方位上 出现赤鸡的情况 还有 悲使 长孙盛列传记载的 人寿元年 圣表奏曰 臣夜灯成楼 望见汽北 有赤气 长百玉里 皆如雨下 下垂披地 谨艳兵书 辞名撒血 旗下之国 避且破亡 欲灭匈奴 一代今日 长孙盛 也就是北周隋朝时期的武臣 河南洛阳人 生性聪慧 六摄书史 擅长弹丸和射箭 比如一箭双雕的成语 就出入他的事迹 这段记载也就是在说 人寿元年 也就是公元601年 长孙盛上奏说 臣夜灯成楼 望见汽北 也就是蒙古高原 大沙漠一杯地区 有赤气 长百玉里 像鱼角一般 下垂到地上 兵书上说 这叫洒血 出现这种迹象的国家 必将破亡 要灭亡匈奴 其实这里指的是突厥 现在就是时候 于是隋文帝旧 召令杨素为行军元帅 长孙盛为受降使者 开始北伐 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关于在某个方会上 出现刺激的情况 在历史上还有太平一览 天部所在的 景帝三年 天东北有赤气 广长十余掌 霍阅天烈 其后七国起兵 这里的七国起兵 其实也就是汉景帝时期的 七国之乱 以及旧堂书 喜同本纪所在的 七月新丑朔 丙午夜 西北方赤气 如降红景天 贼将上让 攻宜军战 雨雪迎之 甚寒 贼兵冻死者十二三 这里的上让 也就是皇朝起义军的 第二号人物 不过 关于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 以及唐末的皇朝起义等 最终都是以叛乱一方 失败而告终的 所以纵观这些 在某个方位上出现的刺激 他所遇到的所有兵变之势 基本上都是以叛变的一方 或者以境外势力的败王而告终的 所以这就说明 随着刺激规模的变小 比如说只在某个方位上出现的刺激 虽然代表的也是用兵之势 但是已经不是兵变了 反而是比较适合 评判争讨 而且朝这个方位用兵的话 还会取得很大的胜利 所以如果按照古人的认知来看 这次浙江州山 或者福建福州附近 出现的血色天空 其实也就是在我国的 东南方位上出现的赤气 如果让古人看到的话 估计他们会认为 这两个方位上将会有 假兵之势 并且朝这两个方向用兵的话 还会取得很大的胜利 其实我们古人 不只是总结了这些天象 比如赤气所预示的结果 甚至连这些事情 发生的时间和发生的距离 也都有详细的总结和解读 我们首先来看 在历史上记载的这些赤气 他所预造的事情 一般多久会发生 其实从我们刚才列举的 记载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当赤气出现的时候 有的时候运验的很快 有的时候运验的 怎么没那么快 但是其实他们还是 有一个大致的范围 可以参考的 比如旧武代史天文志记载道 天成二年 十二有任臣 西方有赤气 如火焰焰 有二千里 战者云不出二年 旗下当有大兵 也就是说 在古人看来 当这个赤气出现的时候 可能代表着 硬积就在两年之内 而关于赤气所预造的事情 它会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也就是会发生在 距离看到赤气的地方 有多远呢 其实这一点 古人也有总结 据晋书天文志记载 凡后气之法 在桑鱼上高五六吃着 是千五百里外 平氏则千里 举目望即五百里 仰瞻中天即百里内 平望 桑鱼间二千里 登高而望 下属地着三千里 其实这的话 也在告诉我们 根据赤气的高度 可以判断 赤气所应验事情 发生的距离 而且根据这个记载 可以知道 赤气越高 反而距离越近 比如他说的 如果赤气在桑鱼之上 五六吃的话 那就是一千五百里开外 而如果是平氏的话 那就是千里左右 但是如果需要 举目望的话 也就是五百里左右了 但是如果再高的话 就需要仰望中天的高度 则就在百里以内了 如果这个赤气非常的低 需要登高而望 并且赤气连接到地面的话 可能在三千里以外 其实他这个记载 还是很有道理的 比如上面我们提到的 长孙圣 建议隋文帝 北伐契北 也就是蒙古高原 沙漠以北地区 很远的地方 它就是登高而望的 所以如果按照古人的看法 就类似周山 或者福州出现的这个状况 是需要举目而望 而不需要仰望中天 这就说明 这个距离可能在一百里开外 五百里以内 当然了 虽然古人非常相信天人感应 在意是景 也就是古人非常迷信 但是古人也不认为 所有的赤气 或者紫赤之气 出现的时候 都代表着有所预兆 都代表着是天垂象 比如太平预览 天流部记载 祖台之至怪曰 吾未亡之前 常有紫赤气 见斗牛之间 星关机诸善战者 先悠 吴芳星为张茂仙 与天文幽精 读之为神剑之气 非江南之降 其实这个记载 提到这个典故 就是出自禁书张华传 张茂仙其实就是张华 张华是西晋时期的名臣 他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物 不但修士渊博 而且还保揽 图挂称伟方济之类的书籍 所以对称伟之术 也是非常精通的 这段记载也就是在说 在东吴还没灭亡之前 常有紫赤之气 见于斗牛之间 斗牛其实就是二八星秀中的 斗秀和牛秀 代指的是武楚之间 因为斗牛的分野在武楚之间 按照古人天垂象的观念 这代表着武楚之间 其实还是有帝王之气的 当时西晋一直想消灭东吴 这样的话就代表着 东吴一时半会儿可能消灭不了了 所以当时的星关 以及擅长占卜的人都非常忧虑 这个时候只有张华不以为然 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帝王之气 而是宝剑发出的剑气 并且力主发武 而且在平定东吴之后 张华就找到了一个 也精通称伪天象的人 去寻找宝剑 并且在豫章 也就是南昌的封城 还真找到了这两把宝剑 一把叫龙泉 一把叫泰哥 而且找到这两把宝剑之后 抖牛之间的紫赤之气也就消失了 其实这两把剑就是非常有名的干将摩耶 是世间绝顶稀有的绝世宝贝 比如王伯在《腾王歌序》中就写道 物华天宝龙光是抖牛之虚 指的就是这个事情 说的也是这两把宝剑 所以这就代表着 并不是出现赤气或者紫气 就一定是天有异象 灾一世景 就一定代表着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它还有可能是西式珍宝 绝世宝剑发出的珠宝之气 或者神剑之气 而且宝贝越珍贵 光气就会越耀眼 所以以后再遇到周山或者福州 发生的这种现象 轰光满天刺激照人 千万别站在那里傻呵呵的录像拍照了 也不要考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你要赶紧迎着光气飞奔过去 等你跑到跟前的时候 说不定你会发现 真的有一只渔船在那里调制灯光 这一只渔船在那里